红烧牛肉面 番茄橙汁 你确定不要别的了吗 没了 姐 再帮我拿半条饼面 快回来啊 你怎么来了 我是不是着急想过来看看你啊 那我就找事 要不我跟我一起 是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顺着的 但如果一样的话就很奇怪 你喜欢就好 你说你弟弟还挺不懂事的 这么晚了让你认出来哪个东西 是因为今天轮我值班了 什么值班 我们家呢做家务都是值班制的 今天刚好轮到我 从小我妈就不会因为我是女生 就多照顾我一些 也不会因为我弟比我小 就对他多骗他一些 你妈还挺明智的 主要在我们家就我表妹 就是因为她是个女的 年龄比我小 那在家里 现在已经无法无天了 所以你从小也没有什么 对他有任何的偏谈对不对 所以他跟我关系没有那么好 反倒啊 他倒是真喜欢方笑愚的 因为他经常闯闻他 我们不是说好不提他吗 我说时间过得好快啊 这一眨眼假期就过去办了 你没有确定什么时候回家吗 还没有 不过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失落你 我为什么要失落啊 因为 如果一顺利的话 我家来会经常去法国看的 真的吗 真的呀 收贵我希望了 现在呢 潜点还不错 月明也已经同意了 来上海看我们的换彩营员的发布会 太好了 太好了 那这样我能帮上什么吗 身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呢 你要尽可能地发布你的采访 但是作为我女朋友 你可以帮到我的地方 她真的听不懂 是什么啊 我听不懂 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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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不懂哦 你说我要不要做一期 中华美食的主题设计 用小红包子做婚纱 那多多肯定不会穿 不是 你想想啊 小红包的婚纱穿在多多身上 是不是很有意思 是很有趣 只是你这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婆 你们女人不懂直男的浪漫 是你们直男不懂女人的心 小红包都会 我下午要去苏州了 你下午就去啊 那你记得确认设计稿 然后跟你老师傅好好商量商量 年轻人 不许可 多年轻人 谢谢你啊 谢谢我什么样的 刚刚又不是你不就被淋湿了吗 嗯 是这个样子的 你是要去苏州吗 是啊 去干嘛 我去工地看一下 顺便拜访一下你师傅 你呢 我也要去苏州找我师傅 我总觉得水色差那么一点点韵味 所以要去找师傅商量一下 当然了 有时间的话还可以顺便采风 那你现在觉得水色差了什么呀 我觉得 差了一点吸引人眼睛的东西 还有就是 灵动感 所以说你想苏州来代替人 嗯 辛苦了 大周末的不能休息 不会 来 偷偷都湿了我帮你擦干净 我帮你擦 我帮你擦干净 你的眼睛给你了 我的眼睛给你了 是眼睛 眼睛给你了 嗯 小啾啾 没有眼睛布只有纸哦 用纸也要擦干净啊 好 我会认真擦的 很认真 来 试一下 来 这是干啥 真可爱 你这可爱还能装吗 喝点水来 嗯 谢谢啊 好的 知道了 出发啊 嗯 这次回来能待多久啊 待不了多久 等假期结束我就该回去上课了 我看你都瘦了 是不是读书读得有点辛苦啊 师傅我脸都胖了 圆了一圈了 你呀 瘦成什么样都嫌自己胖 法国人的西餐爱吃的习惯吗 我都自己做饭师傅 你也不知道 嗯 我知道 我知道你能干 那是 别不看看 我是谁的徒弟 嗯 我的徒弟 蜂蜜 是喝完蜂蜜之后来的 我知道 是谁的 我怎么做呢 我怎么做的 我怎么做的 是的 你们可以给大家看